原标题 后来被匈奴关了19年才国 而在黄埔众弟子中 有一位将军也被蒋介石称为海战苏武 他就黄杰将军 黄杰可能在名气上不如胡宗南 赦玉明等人 但是他却是结局最好的一位 晚年活得最风光 黄杰湖南省长沙县人 在1924年 经朋友介绍道道广州报考黄埔军校 通过几天的比试 家世顺利成为黄埔第一期学生 了解历史朋友都知道 黄埔一期出了许多名将 在军校黄杰表现平平 说不上非常优秀 但也不差 1926年 从军校毕业后的黄杰 跟随和英亲参加北伐战争 一心想现功的黄杰 在战场上多次带赶死队冲锋陷阵 在一次战役中负伤 可见他作战勇提拔任上校团长 不久又参加了著名的龙潭战役 还让黄杰得到蒋介石 看重视在1928年 当时北伐军击败张宗昌 后日军在济南发生五三残案 这时黄杰奉命保护蒋介石撤离济南 在路上黄杰对蒋介石照顾有加 从此黄杰也慢慢得到提拔 之后又参加了中原大战 他率部收复李霸吉 要知道此时蒋介石就在柳河车站 这里离李霸吉很近 因此黄杰收复李霸吉 就等于救了蒋介石 因此战后黄杰又得到提榜 担任第二师中将师长 1933年敌军入侵我国北方 黄杰又率第二师北上抗战 在这里他与侵犯日军激战五昼夜 双方伤亡都比较大 但是黄杰抵住了日军的进攻 战后黄杰因战功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 后蒋介石与日军签订唐河停战协定 日军退回长城以北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 此时黄杰丹黄杰第八军军长 奉命率部参加了松户会战 南京保卫战 徐州会战 黄杰都是奋勇杀敌 但是在后来的蓝峰会战中 因不听上级军令私自撤退 被蒋介石撤职查办 而在此会战中蒋还处决了一位嫡系将领龙穆涵 而黄杰没有被枪毙已经很幸运了 之后在和英心求情下黄杰又得了重用 出任第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六军军长 不久率部进驻滇西 并参加滇西反攻战役 同年他接替宋西连担任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 之前是副总司令 指挥大军反击日军 把他们赶出滇西 历经八个月的反攻战 以伤亡四点八万多人的代价 把敌军赶回自己老家 战后 黄杰因指挥对日作战有功 被授予其自由勋章 蒋介石又授予其云辉勋章 这样一算黄杰前后总共得了三目勋章 抗日战争胜利后 黄杰出任训练团教育长 兼军官训练团教育长 而在解放时期 黄杰任长沙随性公署中将副主任 和国防中将次长等职务 在1949年八月城前 陈明仁长 杀起义后 作为蒋介石的爱将黄杰逃到广州 之后 在四野大军打到广州时 他又率领三万人马逃到越南 后来 竟然还被当地法军缴了血 后来 九经周折从海上逃回蒋介石身边 因此 被蒋介石誉为海上苏武 要知道 许多黄埔重弟子到台湾后都不重用 而黄杰却意外深得蒋的重用 几年内连续担任陆军总司令 兼防卫司令 蒋的参军长 不久 又晋升为陆军一级上将 和国防部长等职 看来黄杰还是黄埔重弟子中 结局最好的一位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本身《 BYNC》 由前感触来